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它说多项是f of x 除以x平方加3x加2的伤呢 是x减1 然后余数 余式呢是2x加3 要我们来求f of x 其实呢 面对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除法原理呢是 被除式 会等于呢 除式乘上伤式 再加上余式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余式呢 永远它的次数呢 是小于什么 小于除式的 所以你看这个余式 是一个一次式 这个除式是一个二次式 所以它的次数是小于它 这个代表题目没有出错 好当然题目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错啦 那所以呢 我们要求的这个f of x 不是就照这样写就好了吗 我们不是就把f of x 写成是除式 乘上伤式 x-1 最后再加上余式吗 OK 那我们就来计算一下 前面这边呢 乘起来是多少 那你也可以直接 因为只有这样乘出来 三项乘两项 只有六项 也不会很困难 或者是呢 我们用一下分离系数法也可以 1加3加2 不用补任何理项 好 1减1 相乘呢 这边是负1减3减2 OK 这边呢 是这样子 好 我们这样加起来呢 这边是负2 这边是负1 这边是正2 这边是正1 这代表的是说 前面是x三次方 加2x平方 减x 减2 最后呢 再加2x加3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很清楚 就是x的三次方 加2x平 然后负x加2x 所以呢 是加x 负2加3 所以是加1 这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如果今天题目 他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多像是除语一个 另外一个多像是 然后商是多少 于是是多少 其实你就完全 照着所谓的除法原理 去把式子写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永远要记得 这个除法原理的概念 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忘记哦